台北市這名88歲的老先生 在去年三月天母過馬路的時候 發生車禍 公車左轉沒禮讓 導致撞灘 家屬認為 客運公司只賠80萬沒有誠意 希望可以等到遲來的正義 路口證明老先生過馬路 對象有一輛公車左轉過來 車速不快 但也沒有減速 從車頭直接撞上去 老先生倒地 一動也不動 肇事司機知道闖禍了 趕緊下車查看 怎麼沒有早點看到人 88歲老先生從行動自如 變成生活無法自理 這一碰造成腦挫傷和顱內出血 半年後回診 已惡化到 腦組織喪失 意識不清 不良於行 需要專人照顧 完全沒有康復機會 頭兩個月的費用 科運業者出了五十幾萬 但接下來該怎麼賠 沒有共識 家屬委任律師表示 依據法院常用的霍夫曼公事 每月醫療看護費要四萬五 老先生年齡已經超出 國人平均餘命 因此用八年計算再扣除利息 一次給付大約三百五十萬 精神未腐進部分 撞灘被害人 判賠行情是 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 配偶跟子女共有三人 每人通常可獲賠二十萬到五十萬 也就是說本案在法院 執求對決的話 金額從五百一十萬起跳 我們就是希望填補損害 有個公平而已就這樣 所以衛福金 我們目前其實都還沒有動作 但他們就只願意給八十 八十還包括前面已經付過 所以就是一個 很沒有誠意的做法 對家屬覺得很抱歉 因為畢竟我們是 我們公車駕駛的那個舒適 認知差距也還比較大 那我們還是會付最大的誠意 要持續與家屬來溝通 這場車禍發生在去年三月 肇事公車司機沒有理讓行人 遭檢方以過失重傷害罪起訴 如果一直卡在賠償金 無法和解 只能交由司法判決 記者劉松林無上限 太陽報導